在龙年的春节假期期间 龙宝宝们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了 青州博物馆里的这些龙宝宝文物 格外引人注目 众多游客穿梭各大场馆 开启巡龙祭 在中国首个县级国家一级 综合性博物馆青州博物馆 带有龙元素的文物 像挖宝一样被挖出 嗨 我叫原青花云龙文玉湖春平 已经七百多岁了 看我衣服上的花纹 层层叠叠 共有七层呢 我的井上有胶叶纹回纹 遍体腹连半纹 肚子里有火珠纹 肚子上还有云龙纹 气势恢红 端庄优美 原青花云龙纹玉湖春平 这也是我们非常珍贵的一件 原青花的文物 它的整个平身的主体 是一条行走于乡云间的 一条龙的形象 非常的矫健 昂首挺胸 而且呢我们也是将这件原青花中的龙文进行了一个完整的提取 来去设计了我们的一款龙年的祥龙线瑞的纪念币 也是希望能够送上我们博物馆的对观众的一份美好的祝愿 大家好我是东汉 姨子孙玉碧 我今年有两千多岁了 比刚才的瓶子还要大一千多岁呢 我是用一整块上等新疆和甜意 腰筑而成 兼有墨色 玉质温润 绿彩罕见 用一个诚意形容我就是 轻语不凡 汉代的姨子孙玉碧 这个玉碧的外围呀 是雕刻有潘痴纹和奎龙纹 而且呢当时的工匠呢 巧妙地利用这个玉碧上端的墨色部分 雕刻出两条活龙活现的龙 这两条龙呢是龙体粗壮 呈奔腾壮 而且动态感十足 龙也好热啊 你有没有发现 最近的人真的好多呀 发现了 发现了 都是千里迢迢过来一堵 我的方采的 让我们听听 他们怎么评价我们的 祥瑞 对我认为就是龙 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里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形象 感觉非常的壮观 我很感叹这种 中国古代这种工匠精神 让我感受到一种 时空穿梭的感觉 让我感觉回到了古代 就是感觉呢 感受到他们那个时候 发生的事情 大家都很喜欢我们呀 是不是因为咱俩身上 都有龙元素的原因啊 当然啦 龙自古以来就是 祥瑞的象征 龙的形象被塑造成 千姿百态应用到社会各个方面中 也体现了我们中华儿女 一直不履不停 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 希望大家多来博物馆看看我们吧